这里是位于陕西省的京阳县 说起唐太宗李世民 大家肯定不陌生 他的昭陵也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园当中 规模最大 陪葬墓最多的一座 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里 依旧是一座唐代的帝王陵 如果要问唐十八陵当中哪座最大 那么昭陵排第一 这座陵墓肯定就是第二了 而在这座帝王陵当中 长眠的帝王也被后世称之为小太宗 或者小李世民 这绝对是唐朝历史当中 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帝王 咱们这期视频就带大家走进这座帝王 感受一下这位帝王 他那传奇的一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广 咱们这期要处理的目的地 来到了陕西省的京阳县 这期视频带大家来探访一下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 唐宣宗李晨的唐真灵 在我旁边这就有一座文宝碑 写着唐真灵 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咱们现在先来看一看 这座真灵的地面建筑 还有什么遗存 首先这个滑表是非常的明显 高是8.06米 再入身是献客这种曼草的花纹 在东列的这个滑表 保存的还是比较的完好 顶部呈这种桃形 然后在华北的北边 大约22米处是有一对翼马 这个翼马的嘴部浑圆 有点像河马的感觉 头部是比较的大 腿部呢非常的粗壮 体型也是较为的圆润 这个翼马有一个称号 也是号称唐十八零当中 最卡通的翼马 刚才咱们看的是东侧的翼马 现在看到的是西侧的翼翼马 据记载这个西侧的翼翼马 头顶是有独角 但现在并不是很明显 而且整体的这个雕刻的水平 较之前的一些地龄相比 确实是较为的粗糙一些 不过整体来说 刻画的也算是比较细腻了 不知不觉 这对翼马也是在此 守护自己的主子 一千多年了 从翼马的位置继续向北走 本来应该有一对鸵鸟 但是如今只现存东侧这一件了 这件鸵鸟时刻 咱们也能感受到 这个鸟身以及头部 是残损的比较严重 这也是唐十八零当中 现存最后一只鸵鸟了 然后经过了鸵鸟 就是杖马 现在还现存东侧三件 西侧的四件 而在这些现存的杖马当中 残损也是较为的严重 再往北走 咱们就可以看到 如今真灵现存的食人 也就是翁仲 如今现存东侧八件 西侧九件 在这其中 完整的食人翁仲 一共有十五尊 这在晚唐当中 算是保存最多的 咱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东侧 文翁仲的形象 这每个十翁仲的间距 大概是二十四米左右 他们也是默默守护 这位长眠的帝王 达一千多年之久了 在西侧 这是五翁仲的形象 双手铸剑 全身是被这种风雨侵蚀 风化得非常的厉害 而在系列的这些五翁仲当中 居然有一尊文翁仲 这也是这座真灵当中 比较惊奇的一点 至于为什么 有这样的放置 史记当中并无记载 大家觉得 这样的放置有何用意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 评论留言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这座真灵 依然是一座 阴山为定地灵 那么说到这里 肯定也避免不了说一点 那么这座真灵究竟有没有被盗过呢 其实据新五代史温涛传记载 五代史国的大军发温涛 是盗掘了除千灵以外的 所有唐代帝王灵 而在宋朝也有明确的记载 当时宋太祖赵方印命令 将这些唐十八灵当中 被盗掘的地灵进行了回填 那么有记载被回填过的灵墓 真灵就在其中 而在山的半山腰当中 也是有发现过明显的人工堆砌的这种痕迹 其实这种迹象也很符合 宋朝回填被盗唐灵的这些记载 所以据史书的这些记载 也是可以断定 这座真灵大概率是已经被盗掘了 刚才咱们说到了 在唐振灵长眠的这位牧主人 是唐朝当中非常具有穿机色彩的一位帝王 在三十六年的时间里 靠装风卖傻 沉默不语 蒙蔽了所有的人 并在登上皇位之后与登基前判若两人 在位期间也是颇有一番作为 这位唐宣宗李臣他的父亲 是被称为唐朝中兴之主的唐宪宗李纯 他也是唐木宗李恒的义母弟弟 他的一生可以说目睹了 他的父皇宪宗 他的哥哥穆宗 以及他的侄儿靖宗文宗武宗五位皇帝的朝政 其中他做了一朝的皇帝三朝的皇叔 按照辈分来讲 他是靖宗文宗武宗的皇叔 但是论年龄 他比靖宗和文宗还要小一岁 只比武宗大三四岁而已 这李臣从小就沉默不语 这一度导致宫中的人认为他不聪明 并且从小他还身患重病过 在文宗武宗两朝的时候 曾经在燕影集会上强逼他说话 以此取乐 尤其是武宗有点瞧不上这个李臣 在这种装风卖傻沉默不语 三十六年之后 当时武宗并危 这时候宦官马仁治等人 认为李臣比较好控制 就把他立为了皇太叔 到后面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 在李臣监国之后 他满脸悲伤的接待下沉 决断事务 这时候众人才见到了他的隐德 在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 武宗驾崩 李臣正式登记为帝 当时三十七岁 视为唐宣宗 在唐宣宗继位之后 他终于不用再隐忍了 想要通过自己的双手 改变当时唐朝的现状 他对内贬李得玉 结束牛李党争 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 打击步伐的权贵外戚 并且还把在唐文宗时期死于甘露之变的很多文武百官 全部为他们沉渊昭雪 李臣自身勤俭治国 体恤百姓 减少赋税 并且十分注重人才选拔 在对外的环境上 他也不断打击土拨 回虎 党像等等 收复了安史之乱之后 被土拨占领的大片石地 使当时的唐朝国事有所起色 百姓也是日渐的富裕 使本已经衰败的朝政 呈现出了忠兴的小康局面 所以在后世 史学家对于李臣的评价非常的高 认为他是和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和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一样 是一位明君 历史上呢 也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 但是在这位帝王在位的后期 也是因为食用了这种长生的丹药而中毒 身体的状况是非常的糟糕 一连一个多月都不能上朝 到了当年的九月 病入高荒的唐宣宗驾崩 享年五十岁 这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帝王 也是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在转年的大中十四年二月 葬于如今这座唐真陵 现在咱们来看这座山 群山茫茫 风铃相连 曾鸾叠张 错落有致 在一千多年之后 仿佛还在向世人们所诉说 这位唐宣宗 这位被称为小太宗的帝王 他那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以及他为当时的大唐王朝 带来了何种的改变 岁月悠悠 当时的一切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是这座真陵 在一千多年以来 却一直守护着当时大唐王朝 最后的荣光 好了 这就是唐真陵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 那咱们下期道路之旅 再见吧 感谢观看